我看起來像買車是不是 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 Hello 大家好 我是Cynthia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我現在回了台灣兩個禮拜 三個禮拜 因為沒有上班 沒有朋友跟我講廣東話 其實現在真的很多廣東話的東西 是不記得怎樣說怎樣用 我還有大概兩個禮拜才會回香港 那這個期間 我其實每天都會說少少廣東話給自己聽 試一下可不可以保持我廣東話的 今天我會回我之前開學校的學校 我之前是讀一間在台北的愛宋學校 總之今天的影片可能時不時大家會聽到我的廣東話 因為我這幾天發現我的廣東話現在推不太多了 現在準備get ready 然後我這次因為回台灣大概一個多月的時間 所以我很多skincare跟makeup都帶full size回來的 就是你知道 等於把香港的家搬到 搬回台灣一樣的感覺 加上你知道年紀到了一定程度之後 其實你習慣用跟你知道你會用的那個product 就那幾些 那幾些 那一些 其中一個就是我之前也介紹過很多次的 這個小黑瓶 我本身帶來一個30ml的 後來回家才發現我有一個快要用完的50ml放在台灣 就是我上一次回台灣的時候 就是放在這邊備用 從大概回台灣之前我就是又重新回到他的懷抱裡面 就你這樣一個pump 我覺得那個量剛好是可以上全臉 白天的話妝前我大概上一個pump就夠了 我還蠻喜歡用它做妝前 是因為它吸收的很快 再來就是基本的cream啊 這幾天啊台灣的天氣超級冷 不知道是不是寒流還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我所有好看的冬天的外套 我全部都放在香港 我完全沒有帶回來 但是說真的因為穿的機會也不多 所以我也不想要再額外去買你知道嗎 所以我其實每天都處在一個好冷好冷好冷 但是又不想要去買新外套的一個窘境 然後我最近愛上這種膏狀的防曬 我覺得很方便 By the way 我最近喜歡用氣墊多過粉底液 現在要準備出門去找我的高中同學會合 然後我們要一起回母校一趟 今天實在是太冷了 所以我直接放棄我剛剛的毛衣 換了一件這個輕薄的羽絨服 我戴個帽子 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就是我在台灣最好的朋友 Hi 其實我們是莫名其妙變好的 我們一開始其實一點都不熟 然後後來到了某一天突然就熟了 某一年 可能會躲起來哭的時候我們就熟了 我們應該是因為我們同事射手座 所以才覺得性格很合的吧 沒有我是稍微好一點射手座 你從頭到尾要掛在那嗎 我也不知道欸 他能不能 他看不到你的臉 這個就是我們舞蹈戲館的特別 我度過了三年的時間 他待了七年 不過呢 因為我約的時候 我忘記今天台灣還在放年假了 所以我們好像進不去戲館呢 是我們的戲館 我剛剛這樣拍進去 感覺裡面很像恐怖片的拍片現場 舞蹈學院的門拍 合照一下 你還記得我們的時候考北藝的時候 有考什麼嗎 初試的時候 大跳完馬上接一個Grand Prix 然後我還記得我們以前在這邊 就是在這條路上面 我們上那個 武術科學舞龍舞獅 還有要敲羅 這個就是我們美麗的舞蹈器館 充滿著回憶的舞蹈器館 我們都是在高中的時候 就進來這個學校了嘛 高中一進來 其實就整個沐浴在這個大學的環境裡面 其實不是我在說 我真的覺得我們的校園 真的是蠻漂亮的 我爸第一次從學校 要載我回家的時候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我們學校地板的線 為什麼都亂化 你看他 就沒正常了 雲圈圈 哦呀 我沒有要停車 我看起來像台車 是不是 這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住的女生宿舍 然後門口呢 有兩隻 44隻 14隻 我剛剛呢 才把這些EAN 從美國幫我帶回來的信給拆開了 不拆開還好 我一拆開發現是一個非常令人頭痛的東西 事情是這樣子的 就我上次去美國的時候 因為我的卡出了一點問題 所以我就去銀行 請他們幫忙處理啦 然後呢 為了寄送方便 我就把那個地址改成EAN的地址 但是呢 因為我把那個地址改成了一個美國的地址 所以他現在 要我填一個 看起來 微複雜的一個東西 簡單來說 應該就是要證明我 這個人現在跟美國沒有關係 每次這樣想我就覺得 學校真的應該要多教一點常識課 例如說怎麼去銀行辦一個賬戶 然後怎麼匯款 免稅額是什麼 繳稅的時候還要注意什麼 難道所有人都可以無私自宏這些事情嗎 我很想的時候就會覺得自己蠻羞愧的 因為我真的很多東西都不知道 我現在有沒有長得很有書生氣息 我前陣子就眼睛很不舒服 然後我自己都有預感說 一定是拔銀行眼鏡的時候 腳毛又受傷了 所以其實我前兩天有去看 眼科醫生 然後他就說 對 接下來就可能要慢慢習慣 就是戴眼鏡的日子 簡單卸一下 然後我先去洗澡 咖啡都冷掉了 我跟我高中同學在宿舍門口聊了很久 然後我們就聊了很多什麼 人生觀啦 金錢觀跟購物的一些價值觀 我們從學生到職場新鮮人 到現在工作一段時間 可以說是一個adulting的過程 我相信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 就是當你慢慢的有獨立的經濟能力之後 你在買什麼 要買多少 跟你為什麼要買這些東西 你會在這些問題上面想的更多 比如說以前可能出去玩 你就會覺得 哇好可愛好新奇 然後就買了一堆 但是回來就變成垃圾 或是一個擺飾品 那欠一下我可能會傾向 就是寫一張明星篇寄給自己 就是我會去思考有什麼錢該花 有什麼錢不一定要花 同樣可能在買衣服啊 買化妝品啊 買保養品 其實都是一樣的 講到這個我之前在大學的時候 在美國嘛 然後對於女生來說 美國最恐怖的地方是什麼呢 來一二三 Sephora 只要你走進Sephora 你沒有花個一兩百塊 可能出不來 那個時候因為是花爸媽的錢 然後現在想起來也是蠻不孝的 但那個時候就不會想那麼多 那現在你自己出來工作之後 就會覺得 哎呀這個以前花錢的習慣真的是 哎呀呀 另外我覺得這十年裡面 也有成長了就是你獨立思考的能力 以前真的很容易就是會被帶著跑 哪個我很喜歡的明星代言了什麼 我就就是忙買你知道 可是買回來的東西 可是也不一定適合我 甚至我連自己的肌膚是什麼狀態 我都沒有去搞清楚 那後面當然就慢慢可能更了解自己啦 然後也慢慢會settle說 啊這幾個東西 works for me 其中一個真的就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非常喜歡的 這個Lancone的小黑瓶 如果有看我以前的影片就知道 這個真的是我用了好幾年 我真的用了好多瓶之後 就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精華 因為這次回台灣是過年嘛 那過年免不了就是會吃的什麼 很油膩 今年天氣就是一下很熱 然後一下又超級冷 再加上一堆什麼塵蟎啊 睡眠不足啊 就是你知道everything 導致臉的狀況呢 就是微晚一點說就是沒有那麼好 那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小黑瓶的原因 是因為每次用完 我都真的可以感覺自己的皮膚變好跟變滑 然後你穩定的持續用一段時間之後 你會感覺臉整個就會 你知道有點變亮的感覺 不管你用看的還是摸的 都可以感覺到你的皮膚變得更好更穩定 每個一段時間我再回來用它的時候 都會有種比較重新fall in love的感覺 我自己用小黑瓶的時候 我是不太需要再去疊擦太多其他的護膚品 所以對於像我這種怕麻煩的人來說 就是一個一瓶搞定的一個很方便的product 它的這個pump 你就這樣簡單按一下 我自己在晚上的時候差不多是用兩個pump 有時候皮膚太乾或是狀態太差的時候 我還會再多用一點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去調配你使用的量 它的質地相較來說是比較輕盈的 它真的是又滋潤但是又好吸收 我晚上用完隔天起來就會覺得 哇!臉真的有夠嫩的 我現在講話可能有點浮誇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給它一個機會 因為這個真的是我 就是個人發自內心非常非常喜歡的一個精華 當你有一定的經濟基礎的時候 選擇適合你的產品 會比選到最便宜的產品還要更重要 你可能買了最便宜的東西 但是沒有效你也是丟在那邊 那其實也算是一種浪費 當然我不會說就是 喔!我就是完全不用其他的東西 我還是會想要去explore啊 然後去試試不同的product 但是我已經知道說它適合我了 所以我的家裡還是一定會背著它 就是有一種 你知道有一個可靠的朋友的那種 安心感 這給大家 最後一個我覺得 我覺得我這十年裡面改變蠻大的一個 就是我開始練習實施所謂的減法人生 對我們每天看到的、聽到的、接受到的 諮詢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而且在我能力所及的範圍裡面 我會希望我自己的 嗯...自己的生活過得越簡單越好 這個包含就是可能我剛剛說的 不去買不必要的東西 例如說我買了一件衣服 但是我發現我過了幾個月一直都沒有穿它 那我寧願把它捐掉或是送給朋友 再找一件真的適合自己的一個單品 回來放了我的衣櫃 那除了物欲之外 可能有一些那種toxic的friendship 或者是吃進去的東西 就是在生活的各個層面上面 我能夠做到越簡單 越單純、越好 希望這樣可以讓我看到 或者是了解到 我可能真正喜歡的東西是什麼 我真正在追求的東西是什麼 當然我不是說我要變成一個極簡主義者 我就還沒有能夠做到那樣子的程度 但我覺得這是這幾年開始 慢慢我對自己的一個期許吧 然後也是一個我想要成為的樣子 我現在準備要來泡腳 但是呢我不會點蠟燭 所以來爸爸幫我 幫我點蠟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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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